三叠纪 这是他第二次踏上贵州的土地 在关岭地区 你能够在这里看到热带暗礁 台地的环境 深水沉积这一现象 可以在新铺乡找到 那里有很多著名的海洋爬行动物 海白河化石碎片 这边全是塔状卡斯特的地形 这边全部是土山 那么卡斯特的地区就当时的泉海 那么这个就是当时的深海 所以我们现在站在的位置 深海和前海交界的位置 玉美意识单此行的伙伴 这次考察计划是两人一发起的 三叠纪时期的前海自深海过渡带 主要位于贵阳 平坝 安顺 关岭 针锋 安隆 星翼之间 两人带领了三十多名中美师生 正是沿着这条线路前进 考察当地的生物演化 地质演参等 这是一个世界级的例子 也是一个世界的难题 能够把整个演化的过程都暴露出来 别的很多地方不能直接灿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 从三别纪的大贵州滩开始 丹和玉美意就共同在做研究 此次是第三次双方大规模的学生交流活动 丹的女儿同时也是她的学生 也加入了这一次的考察 作为一个学生来说 在贵州学习地质 让我强化了很多田野地质学的技能 三叠季晚期的海洋脊椎动物 是我做博士的时候就研究过的 这一次来贵州觉得非常兴奋 我对贵州龙非常感兴趣 贵州台报道